我已经很久没有感觉到有东西 什么辣 我脖子可能会看 对啊 还是那个最辛辣的小S 可未多年终于天后要回归电视 终于再次接下带妆节目 小姐不惜地 而小S就像20位各行个月精英女士 一起大聊特聊 势必又能带起更多话题 成功到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要上镜 因为他们算的钱 大概都比我多一百倍吧 甚至有几个人 可以买下东增电视台 这么强大的 东增电视不卖而已 不卖啊 我只是跟你开玩笑 跟他刚才有 一直要跟他吵架 对 像我聊得来的就是 性学博士许兰芳 因为你们也知道我对于性方面 就是很喜欢大聊特聊 是 所以就可以以专家的身份 跟我大聊姓氏 我觉得非常的过瘾 就是可以大方多话说 请问男生的那个 弟弟多短算是 过短 过短 然后躲长算是合理的 他都可以以非常那个 专业的角度说 其实男生4公斤也是可以使用的 因为我市场是 是 没有我问你 是 是 真的 我是说领导我们市场 是等一下要吃什么呢 可是要问到这个 他让我自己说 这是4.5分 因为我们都是先大聊特聊 然后到时候我就问B2说 这可别不 他说这恐怕还是得剪掉 因为是电视节目 我说 都已经什么年代 为什么尺度还要这么窄 因为我们也只是聊说 我已经就是很久没有达到高潮了 或者是女生有些人一辈子达不到高潮 我说怎么办 然后或者是说 男生真的放进去之后 女生一定会达到高潮吗 他说其实男生的那个 不是女生高潮的来源点 女生的高潮来 我真的 你讲得太具性迷移了 最近我跟我老公已经 没有在讨论这方面的事 我老公是很早就会起床 然后去健身房 然后有的时候女生 比如说做了一个什么 就是比较浪漫的梦或是什么 然后就觉得说 就是有感觉了 然后我就会 在很困的当中还是 就是很努力的把自己撑起来 然后打开抽筋 然后拿出来 然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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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了 就是整个就醒了 可是老公不会有很多 我会一直就跟她说 宝贝 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那个了 我说要不要来一下 她就说 可是我前一阵子腰闪到 然后就是 然后我就说 然后我就说 你是不是不爱我 她就说宝贝 你为什么一定要 以这种东西来衡量 爱不爱呢 我很爱你啊 但不见得 一定要那个才是爱吧 然后我想说也对 因为Actually 我也没有很想要跟你 但是 I love you 但是 你们以后结婚就知道了 爱跟爱 然后那个是 那个你就自己 找方法解决就对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感觉到 有东西 什么啦 很久没有感觉到有东西 我婆婆可能会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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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